欢迎您收看华尔街简报 加拿大央行将于9月6日保持利率稳定 房价将在2023年下降 路透社 根据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 预计加拿大央行将在9月6日的会议上将其关键利率维持在5% 调查还发现 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央行将至少在2024年3月底之前保持这一利率 然而少数但逐渐增加的经济学家预计还会有一次加息 上升的通胀和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被视为对央行预期的上行风险 被过度卖空的家园即将反弹 此外 为什么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有望胜过华尔街 加拿大环球邮报 自7月中旬以来 家园已经下跌了3.3% 但美银美龄证券的外汇策略师霍华德 杜认为 抛售行为已经过度了 历史上 家园的价值受到油价和加美债券收益率差异的影响 然而 这两个因素都无法解释最近货币走弱的原因 因为油价上涨了 收益率差异也保持稳定 杜认为 全球市场波动的增加 使得家园相对于美元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 他预计 家园在未来几个月内将会反弹 预测今年年底将升至0.76美元 2024年年底将升至0.79美元 当NVIDIA大肆投资时 股票回购是否值得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公司通过股票回购向股东返还数十亿美元 但一些人质疑 这些资金是否更好的用于研发或扩展新业务等其他领域 最近对数千家美国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股票回购的总体影响基本上是无害的 然而 如果回购放缓 公司可能会坐在现金上 投资于更长期的扩张计划 或利用高短期利率 到目前为止 今年标普500指数的表现超过了标普全球回购指数 瑞士国家银行在救助瑞士信贷集团之前数月考虑了救助计划 路透社 根据一本《关于瑞士信贷危机》的新书 瑞士国家银行SNB曾在2021年11月 考虑向瑞士信贷提供500亿瑞士法郎 约合568.7亿美元的救助资金 这是在该银行需要获救之前的几个月 该书声称 SNB主席托马斯 约旦与当时的瑞士财政部长乌利 毛雷尔讨论了这笔资金注入 2021年10月 瑞士信贷遭遇了一场银行挤兑 导致客户以超过监管要求的速度提取资金 然而 关于该银行在获救前几个月的财务状况的细节 仍不清楚 财政大臣Rishi Sanat确认 政府不会强迫商店接受现金 英国独立报 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已确认 政府不会强制商店主接受现金支付 然而 他表示 政府仍致力于确保人们能够获得现金 苏纳克强调了他作为财政大臣引入的法律 保证个人距离免费现金取款点不超过三英里 金融行为监管局获得了对银行罚款或强制提供免费现金给客户的权利 苏纳克承认现金对人们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农村社区 但他表示 政府不适合对个体企业进行强制 城市部长安德鲁·格里菲斯补充说 现金在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来保护法律中对现金的获取 Visa和万事达卡计划提高信用卡费用 华尔街日报 路透社 据报道 Visa和MasterCard计划提高商家接受客户信用卡时支付的费用 费用增加将于10月和4月开始实施 主要影响在线购物 商家向发卡银行支付的互换费通常会转嫁给消费者 Visa和MasterCard尚未对这些报道发表评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Plug Power处以罚款 原因是其报告和会计方面存在失误 路透社 Plug Power同意支付125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以解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对其财务报告和控制失误的指控 SEC表示 如果该公司在一年内不解决其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程序的弱点 可能面临额外的500万美元罚款 投资于劳动力可以进一步缓解通货膨胀并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劳动力市场在COVID-19大流行引发的衰退中基本恢复 美国失业率接近历史低点 25至54岁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接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 美国的通胀在2023年有所降温 现在低于其他G7经济体的通胀水平 这种经济进展部分是经济议程的结果 该议程投资于中产阶级 但要在这一增长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还需要进一步的供给侧投资 特别是增加国内劳动力供应 以便每个想要工作的人都能获得一份好工作 联邦、州和地方层面的决策者 必须努力让更多的美国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使人们更容易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保持良好的工作 本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 针对在适当条件下可能寻求更多良好工作的群体 一、没有四年至大学学位的人 二、有照顾责任的人 三、残疾人 四、有犯罪记录的人 五、年长工人 六、黑人和拉丁裔工人 值得注意的是 个人通常属于这些群体中的多个 例如 黑人和拉丁裔人在犯罪记录中占比较高 此外 女性网网站照顾责任人群的很大比例 这些美国人经常难以参与劳动力市场 因为他们面临着 诸如缺乏儿童保育或家庭保健的障碍 以及明目张胆的歧视 扩大可用劳动力的范围 不仅有助于在中期内缓解通胀压力 还能增强美国人的经济安全 美国需要投资于其劳动力 这是通过发展中产阶级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 经过验证的方法 劳动力供应的增长具有几个经济效益 首先 它可以在中期内降低通胀 而不会引发经济衰退 在雇主需要更多工人的时候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有助于缓解由劳动力短缺引起的供给侧瓶颈 此外 增加劳动力供应对于应对人口结构变化 带来的潜在未来挑战至关重要 特别是人口老龄化 根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 2019年以来 美国25至54岁人口数量保持不变 而65岁以上的美国人口增加了近500万 通过增加劳动力供应 决策者可以帮助在较长期内减轻通胀压力 其次 增加劳动力供应可以扩大经济的生产能力 更快的生产率增长 意味着工人在相同时间内能够完成更多工作 这不仅减轻了通胀压力 还是解决气候变化 老化基础设施和老龄人口的医疗需求等 迫在眉睫的挑战变得更容易 研究表明 更多样化的观点 使解决企业和经济中的复杂问题变得更容易 因此 多样化的就业人群 可以带来更快的生产率增长 例如 一项研究发现 在最多5人的小组中工作的700人中 女性更多的小组更能够解决任务 这表明了工作人员性别多样性的重要性 在2020年初的大流行引发的衰退后 劳动力参与率和就业迅速恢复 事实上 衰退期间失去的所有工作岗位 已在2022年6月前恢复 此后 每月新增就业岗位平均约30万个 令人瞩目的就业增长 是由于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并找到工作 这一进展部分是果断行动和立法的结果 例如 拜登政府领导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 该法案帮助奠定了一个更紧缩的 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增强了工人的能力 劳动力市场的持续扩大表明 有数百万人想要工作 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下愿意工作 然而 许多人无法做到这一点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7月 超过558万人想要工作 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参与劳动力市场 例如 有100万人应找不到全职工作 而只能从事兼职工作 在那些目前不参与劳动力市场 但有能力工作的150万人中 对工作前景的失望和家庭责任 是不工作的主要原因 建图一 那些希望工作 但无法工作的人面临许多障碍 例如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成为照顾者 因此 在照顾责任上面临额外的时间压力 以满足他们对子女 父母 祖父母 或其他亲属的责任 虽然目前有记录的女性比例最高的人 正在工作 25至54岁人群中有75.3%的女性 但这一群体仍然不及86.6%的男性 此外 残疾人面临许多障碍 包括难以找到提供足够适应性的雇主 女性 残疾人 年长工人 以及黑人和拉丁义工人 可能还面临明目张胆和结构性歧视 增加了他们求职的成本 例如找到工作所需的时间 例如 2023年7月 失业黑人工人的平均失业时间为28周 而白人工人仅为18周 消除这些障碍将增加愿意和能够工作的人数 持续高水平的职位空缺表明 许多行业的雇主对劳动力需求仍然很高 例如住宿和餐饮业 医疗保健 河州和地方政府 建图二 雇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吸引更多的员工 雇主往往很难招聘工人 原因是工作质量低或不受欢迎 以及工作的结构性障碍 而不是人们不愿意工作 事实上 就业人口比例 拥有工作的人的比例继续逐渐增加 2023年7月 就业率为60.4% 略低于2020年2月疫情前的61.1% 此外 25至54岁工人的就业率在7月达到80.9% 创下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 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在过去几年中 紧缩的劳动力市场 促使许多雇主采取措施吸引员工 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改善健康福利和职业发展机会 联邦和州级决策者 有机会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 来缓解劳动力短缺 减少劳动力参与的障碍 并解决人员留任的挑战 吸引更多的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最直接的方法是提供良好的工作 决策者不应该把那些经济困难的 失业人员推向任何工作 而应该努力创造一个环境 使这些人能够追求良好的工作 那些薪酬高 提供有意义的福利 如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 退休计划 灵活的工作安排 和带薪的医疗护理 和其他需求的工作 良好的工作 还可以使人们对自己的任务分配有所掌控 并提供合理的职业机会 最糟糕的痛苦可能还没有结束 按揭批准率下降近10% 英国独立报 根据英国银行的数据 英国的抵押贷款批准数量 在6月至7月间下降了近10% 报告将这一下降 归咎于对经济的担忧 抵押贷款经纪人 SPF Private Clients的首席执行官马克 哈里斯警告称 市场预计 英国央行将在下个月 再次提高基准利率 痛苦可能还没有结束 瑞士起草更严格的规定 以打击洗钱行为 路透社 瑞士已起草新规定 加强其反洗钱监管 包括要求律师和顾问报告风险 并加强对信托等法律实体的监督 这些新规定 预计将于2024年提交给议会 旨在揭示企业所有权的神秘世界 并通过空壳公司打击洗钱活动 如果获得接受 律师 会计师和其他公司顾问 将受到禁止调查规则 和报告义务的约束 他们设立信托或安排房地产交易 政府还计划创建一个中央注册机构 以追踪法律实体的所有权 并加强银行 公司和服务提供商审查 和控制违反制裁风险的义务 此外 这些规定还建议 对所有未来的房地产交易 进行禁止调查审查 并降低对贵金属和保时现金支付的 洗钱检查门槛 加拿大国家银行 在资本市场和拨备方面未达到预期 路透社 加拿大国家银行报告称 由于资本市场业务表现疲软 和信贷损失准备金增加 其季度盈利低于预期 该银行为信贷损失准备金 拨备了1.1亿加元和8200万美元 而去年同期为5700万加元 由于交易活动低迷和市场波动性增加 该银行金融市场部门的净收入下降了27% 加拿大国家银行的整体净利息收入 从调整后的148亿加元下降至95.8亿加元 瑞士银行正在关闭瑞士信贷全球市场业务 客户信函 路透社 瑞士信贷宣布将减少新市场业务的规模 同时逐步停止全球证券交易 瑞银将整合瑞士信贷 并将重点Consolid新客户活动通过瑞银法律实体进行 现有职位将继续得到服务 央行官员表示 中国银行应加大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力度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TBOC的一位官员 敦促银行增加对私营企业的贷款 据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将要求金融机构 为私营企业设定年度服务目标 并扩大对首次借款企业的贷款 与此同时 中国新增银行贷款下降 其他关键信贷指标走弱 尽管政策制定者下调利率 并承诺为经济提供更多支持 分析师已将今年的增长预测 下调至低于政府约5%的目标 原因是房地产行业危机恶化 和消费者支出疲软 购房者按揭批合数量 环比下降近10% 英国独立报 根据英格兰银行的数据 英国的抵押贷款批准数量 在6月至7月期间下降了近10% 该银行的货币和信用报告显示 7月份登记了49,444份批准 低于上个月的54,605份 分析人士认为 对经济的担忧正在破坏房地产市场 来方金融Night Frank Finance管理合伙人西蒙 金蒙Simon Gammon表示 尽管英格兰银行预计基准利率将上升 但他希望抵押贷款利率会下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